212 《文匯報》 美藥品黃銷報局醫療基金 2015年7月9日中國經濟投資理財 B03美國藥品銷售市場去年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 年增略更衝上13.56% 增長動能創2008年後的新高 背後原因 正是去年上路的奧巴馬健保 讓更多美國人可獲得醫療照護 這也帶動醫療基金今年持續穩健增長 在近期股市大波動下 建議投資者以定額定期或分批佈局的方式 吸納醫療相關基金 保德信投信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經理人剛而前分析 去年是奧巴馬健保上路的第一年 越來越多美國人有能力負擔藥品支出 美國藥品的銷售額根平 更上揚 尤其是6月25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 建保聯邦補助適用全美國 更是激勵醫療保健類股演出慶祝行程 去年美藥品售近4萬億富途顯示 2014年美國藥品銷售額達5,115億美元 約3.96萬億港元 較2013年4,504億美元大幅增長13.5% 年增率為對上6年最大升幅 反映奧巴馬健保落實後 帶動藥品銷售有突破性的推動作用 剛而前進一步分析 今年以來 全球醫療生化產業表現 仍優於其他產業 產業基本面維持穩健 並構及創新持續 預期第二季財報即將公布 以及各次產業的研發進度如預期發展 將市整體產業維持增長 然而 剛而前提醒 S&P 500醫療服務指數的市盈率 相對S&P 500醫療保健指數市盈率 而創下近三年新高 且美國司法部近日指出 美國五大醫療保險相約彼此並構 恐有不符反壟斷法的疑慮 這也使得上週醫療服務類股回調 產業後續表現仍需觀察 選制藥醫療器材產業剛而前表示 醫療服務業具高營利率 現今充足的特性 但投資醫療生化產業應平衡佈局 包括具爆發力的生物科技類股 不受景氣循環影響的制藥業 受惠人口老化的醫療器材業 如此一來 才有機會再多投時參與生物科技增長性 空投時運用制藥業防禦 建議以定期定額或分批佈局的方式投資 建議